我想一想,王世堅在民進黨日子也不久了 他這樣搞下去,民進黨一定會把他幹掉 不然他就找一點棄案投名 那你會延攬他家或民眾黨嗎? 可以 那你對於像王世堅議員最紅的 他每次都送你禮物的 這種算是認真還不認真? 他是很認真表演 那你最喜歡哪一個禮物? 蛤? 你最喜歡哪一個禮物? 小大哥是啦,因為比較貴 那龍袍不喜歡嗎? 那我又不能穿 可以啊 他送我外套就穿 可以啊,你明年開始 你12月25號是不是開始穿啊? 問題是我要早剩三百年才用得到 你12月25號就開始挑戰燈大衛就可以穿啊 你就穿去掃街啊 現在也沒有 不會而錯 沒有,王世堅也是亂講 他說什麼我三天後才還他 那也許回去穿一穿穿過你才還他 我根本 不要啦,這樣王世堅這兩天對我很好 後來他那個 其實我們那都是那個 那個叫什麼 那個叫 輔會聯絡組拿收回去 所以就拿回去還 後來就很生氣 我說不要還他們 他不會那三天是輔會聯絡組拿去穿的嗎? 沒有啦 他也沒有馬上還 總是擺個幾天再拿回去還 我後來就決定 東西不還他的 我就先問他 你這是道具還是禮物? 先講好 他也不好意思說道具 我就ㄎ回去 那他那一隻很大的特洛櫻木嗎?你也帶回家嗎? 沒有啦 一開始我那時候帶帶都給他 都沒有把他那個 後來自從我開始沒收他的腳踏車以後 肯煩他以後 他就 他就開始越送越潛意就對了 禮物就越送 最好說我不能吃的漢堡 所以不能吃漢堡說我幹什麼 你要是說可以吃了跟你說謝謝 講到王世堅議員 三三姐我想聽你這邊的說法 因為王世堅議員當時他其實跟 毀安哥在直播的時候 他其實是講說大巨蛋當年 他欠你一次 那個時候我想要聽你這方面的版本 你當時是 他當時為什麼會覺得欠一次啊? 我跟妳說大巨蛋在台北市議會 本來就是一個很詭異的事情 我大概在20年前也是一樣 我們再去 我開了一個宮廷會 質疑他們那個要換團隊 真的沒有幾個議員願意跟我一起開 沒有的議員跟你開 遠雄在那時候其實是很大的財產 每一個都 然後後來王世堅 市長上升他提案說要解約 那時候我認為說我們 其實我們在市議會有一個案子 我記得很多議員都簽了 就是你既然蓋不出來你就解約 因為解約那時候我們還來得起 所以那時候我們當然都是 可是也不容易簽 就是你要簽到城那裡不容易 因為他有各種不同的管道 所以那個時候能簽的 他自己的黨內都不太簽 那我是沒有什麼包袱 蓋簽就簽 所以我自己以前碰到 一樣我去找人家開宮廷會 真的只有 我記得是四個議員 我們四個議員開 其他就 五六十個人都沒聲音 對大局站都沒意見 我也覺得很奇怪 所以這就是議會的生態 所以對他來說 他會覺得我 在他認為對的事情 我們兩個是一樣的歷程 所以我也不知道 他把這件事情記這麼久 我其實已經忘記了 那他現在被圍攻 你要幫他 你要幫他蘇長蘇晃 我覺得他 我覺得 還是回到一點 就是如果 我覺得做人 就是你自己會有自己的想法 那黨藝 你還是可以 就是黨藝不要理念人氣 你為什麼要用這樣的方法 像我選擇從外面小時候 你一定要站在我旁邊 我覺得選舉要快樂選舉 開心投票啊 你為什麼要弄得 好像 非你死我 我覺得 世界上沒有什麼事情是這樣的 就像那個李鴻園部長來幫我 國民黨到現在也沒開出他黨籍啊 是啊 就是 快快 你是在行使驅虎坤狼之際嗎 我想一想 王世堅在民進黨日子也不久了 他明天又要送你禮物了 他明天又要送你禮物了 他這樣搞下去 明天已經會把他幹掉了 他最近 他就是有派系開始整他嗎 他整他啊 高嘉瑜啊 王世堅啊 這些 他最近氣到連青筋都爆出來了 那柯薩你有心疼嗎 不會啊 沒有啦 他 不然他就找一點氣案剖名 那你會延攬他家或民眾黨嗎 可以啊 我犯了錯誤 我 對不起的 就只有一個人 我太太 但是 你們貪污 貪賬玩法 你對不起的是 兩千三百萬同胞 曾幾何時 我們社會 欸 有了這群妖孽 吹起這股妖風 王浩宇你搞清楚再說 你不是很多老闆跟我同事嗎 喔怎樣 你們財大氣出 你們有派系 你們就可以欺負人喔 走著瞧嘛 因為他昨天還在臉書上面發文 有一點是印證你們的私生活 就是連他現在連這個私生活都要抖出來 您覺得會不會 他抖我沒關係 我有什麼好抖我 從頭到尾 嘿 我幾十年來就認為一件緋聞 我也承認也認錯 而選民也對我做了判決嘛 不是這樣嗎 喔 這個 我覺得這扯這個什麼嘛 要扯這個 那 我不會曉得怎麼講啦 他們還做更多的梗圖 沒關係 喔沒關係 我 我認為 我指責它 是 社會的亂源 的原因很清楚 我們社會要推動任何的改革 應該帶給社會希望 不要破壞社會原有的善良 厚道 慈悲 而 這些網軍正式 破壞我們社會善良 厚道 慈悲的元凶 喔 曾幾何時 我們社會怎麼突然跑出這群妖孽 催起一股妖風 所以我是看不過去 我是看不過去 不是說 他霸凌我而已 這個 我被他們霸凌多年了很清楚 我也知道他背後的老闆是誰 他背後的老闆就是派系 那我 如果再進一步 這個嬌悟不是他當時也批評 柯文哲大巨蛋嗎 對啊你批評的好 那請你追究 為什麼當初我敵案 對大巨蛋要解約接管的時候 你的老闆派系們 他們沒有連署 為什麼 難道選舉就為了鈔票 選票 所以就 金口不發生了嗎 不是嗎 我這麼多年來 可懷疑 為你的老闆他們不來連署 我追究過你們 沒有嘛 但是要攤開來講嘛 給社會評論嘛 不是嗎 我過去 我十幾年前 我犯了錯誤 我對不起的就只有一個人 我太太 但是你們貪污貪張玩法 你對不起的是兩千三百萬同胞 所以大家搞清楚好嗎 王浩宇你搞清楚再說 曾幾何時我們社會 有了這群妖孽 吹起這股妖風 這個是嚴重的破壞 我們社會的善良厚道慈悲 這個是不行的 他們要搞清楚 叫你老闆出來講 好嗎 你不是很多老闆跟我同事嗎 怎樣 你們財大氣粗 你們有派系 你們就可以欺負人喔 走著瞧嘛 我再一次強調 法不責重 當你的一些惡劣的作為 被社會所公認的時候 那這個是public knowledge嘛 法不責重 當你的劣型是public knowledge的時候 法不責重 這個派系就靠勞 當你覺得怎麼解決 會不會變成之後 就變成網軍在治這個民進黨啦 因為現在看起來 你看你昨天講完之後又變成 喔不 網軍是每個政黨都有 不只是 不值得我在想 還沒有去算數量啦 我也不清楚 不清楚 但是 民進黨原來的精神 原來我們的民進黨 是社會的希望 是社會進步的一個力量 過去 從 創黨主席 江碰堅 黃信介 康寧祥 謝長廷 他們這些人 他們 是我們 社會 我們從政者的典範啊 典型在宿習啦 我想 他們這些 他們這些傢伙 最好想清楚 好好反省 重新做人 那 他們要怎麼做 那就隨便他嘛 他要再執迷不悟 那就他們的事 我只是 我只是 提醒他們 當有一日 當你有自己 小孩的時候 那怎麼樣 你要跟你小孩說 你們白過期做網軍 是這樣嗎 對不對 你們白過期全部在跟著探 你們白過期全部在說好笑 是這樣嗎 這不是笑話嗎 這不是笑話嗎 所以 他們 好之為之啦 深自檢討